作詞曲 李宗盛 双重呼喊破日 装置不见当年 几乎射掉定乱石 几乎饮血小酒粥 对他做了什么 于果兄弟别动手 自己忍 石峰 东姐 你打扮成这个样子 不会是有一桩屁吧 没办法 司徒老贼对燕姐的监视滴水不漏 我只能伪装成女人 你这伪装没暴露 还真是个奇迹 昊天国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确有一要事 三王爷让你和大金太子合作 除掉司徒巫术 大金太子 对他已经跟三王爷达成契约 共同铲除司徒巫术 让大金太子登上皇位 真是愚蠢 等铲除了司徒巫术 大金很快就是三王爷的口中肉了 对了一段时间不见 大家最近都怎么样了 九公主整天都在想你 嘴上不说 但是经常看着大金的方向发呆啊 我也想赶紧回去看看梦儿 早点结束这纷争的日子 兄弟 我感觉三王爷最近很不对劲 突然中用白纸扇 另外 他暗中派人监视你 你递回去的情报 他都会再核对一次 系统上三王爷对我的信任 已经跌到了百分之三十 倒是司徒巫术对我的信任 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八十 看来铁龙老儿是担心 我对他有二心 现在就准备防着我了 雨果兄弟 此地不宜久留 我先走了 石方大哥 保重 我 我 我怎么睡着了 你可能是玩太累了 那 给你的 是雨果哥你送给我的 成人礼 雨果哥哥对我最好了 我也想就这样一直下去 但 相爷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李雨果说 现在 回时尚早 他如何了 还是老样子 这阵子 我打算换个药方浸泡 老对手 我又来看你了 我见到你儿子了 他和你一样出色 要是老夫那三个儿子没死 应该和他一样出色吧 我不怪你杀了他们 可为习主罢了 可惜 他现在还在为浩天国卖命 不然 我真想让他见见你 他若是知道 你没有死 又会如何 我的好兄弟李广义 你还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 他也像你一样 这么爱出风头 不过没事 你们父子 很快就能在黄泉相会了 白纸善参见皇上 进来吧 不知皇上有何吩咐 如果我要你帮我铲除鲤鱼果 你作何感想 陛下 不用装了 你的眼睛里充满了野心 你骗得了黎鱼果 可骗不了朕 黎鱼果光芒太盛 你在他身边永远都是排衬 白纸善 白纸善 你觉得以鲤鱼果的能力 他会臣服浩天国吗 作为一国之君 如果控制不了一只野兽 那就只能将他毁灭 你是聪明人 应该能明白朕的用心吧 臣 臣月永远追随 祝陛下成就大业 确定那司徒老匹夫已经离开燕京了吗 对 他还带走了大队的人马 太子殿下 苦福我偷来了 有了他 大金的最强部队 铁浮屠就是名的 那个黎鱼果呢 黎鱼果 不愿与我们合作 他竟然连浩天国皇帝的命令都不听了 这边 你带一队人马包围相府 鬼姬 你带人封锁四大城门 是 殿下 那我呢 你 随我去拜见父皇 美人 美人别跑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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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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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抓住谁 谁今晚就伺候我呀 殿下 现在是陛下嬉戏的时间 您便为难老奴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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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抓我啊 来抓我啊 美人 美人 你怎么背对着朕呢 父皇 大京处境危急 您怎么还在嬉戏呀 你来做什么 滚出去 哼 你不配做大京的皇帝 呀 那 Side 词 呀 呃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